通常說的是F1也好 去到賽車場裡很多機械的東西 回到歷史, 其實差一點 廣州話是變成國家語言 如果是, 就反過來 好多人又發達了 金主會不會有指向性的東西 你傾向哪一隊分析好一點 會不會有這種東西呢? 先喝一口茶 體育T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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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一下, 訂閱, 紅色的按鈕 不用錢了 謝謝 體育T1T, 大家健康一點 今天繼續跟何輝聊天 說到高爾夫之後就是賽車了 賽車? 賽車, 猜不到你真的 做了這個半職業車手 不是半職業, 差很遠 先說一件事 你記得有一次你們去做事, 去雪邦 我記得了 KL 一開車, 開了幾個小時, 車上去 當時, 我有朋友 那次不是周世龍也在嗎? 我記得了 那我就走回他的車 聽說, 你們看到那個鏡頭 你們覺得我是會上去賽車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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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也有一個夢想 這件事, 我想很多男生 你喜歡做車 你炎摩費很多車 什麼北京拉力賽 之前 我自己夠不夠都駕駛賣車 是的 是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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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樣的機會 就是可能去不同的電視台做 ESPN很國際化 去到廣東體育 我也要多謝一個人叫張凱寧先生 張凱寧就是全中國最出名的賽車評述員 而上海F1 每一個地方各個國家F1 他那個站 在現場 大家聽到的評述 有一把英文聲 有一把本國語言的聲 那麽多年來上海F1 除非他有什麽運聲音車 那麽多年來都是他 對這站 一千站F1 他亦都在現場 可能下去訪問 Damon Hill等等 之類 是他第一次在2009年 帶我們幾個同事過去GIC 廣東國際賽車場 又多謝當時賽車場經理王偉先生 他給了機會我們的媒體組開始開 但那次很嚴重 怎麽嚴重 其中一個同事偷了一輛車 那輛是一輛Tida 很快的Tida 但當時以我們是剛開始開 是不會開 不會控制這輛車 還要當時溫度 4至5度 哦 輛車都未夠暖 完全暖不到 迫力又不夠 完全暖不到 這些理論上我都認識了 對 完全沒有問題 就是駕駛有問題 最慘的是 理論厲害 到你真的駕駛才出事 你說起 認識了這件事 其實我試過有一次 可能大家記得 03年SARS 你叫做書磚降跪 我們有些同事 可能要隔離幾天才准上班公司 你不是做一次運動中 跟我做的 其實那個節目我錄下了 錄影帶 每一次我拿出來聽 我一聽你一開聲 香港人說的其中一句 粗一點的語言 我一聽你一開聲 我一再聽我自己的說話 何輝你收屁 不要這樣說 喂 今時今日 何輝的地位 一開聲沒得給的 我有機會看節錄 一放在網上給大家聽 一開聲 糟了 我不用做了 你說一些舊的事 真的 真的 真心的 沒有這件事 真心的 不要互相吹捧 先說賽車 喂 現在 我見你經常性 都在廣東附近的賽車場出現 跟廣東電視台 和一些自己的行家 經常鬥 有什麼心得 有什麼心得 近年試過 現在麥拿倫720S 在珠海 那車快了 我用這樣形容 不是車來形容 那些起步 速度 簡直是 貼背脊 譬如我跟你說話 1 2 3 4 5 6 已經100去到260 100去到260 260 飛機起飛260多 沒有什麼心得 學習 任何體育運動 自己是足球員 好當你見到其他足球員 見到英雁國腳等等 謝拉特 林伯特 乒乓球見到江家亮 見到其他不同人 賽車都是 以一張白紙 當然是學習的心態 學鐵家是正在學習的 因為就算 那些職業車手告訴我 譬如張漢彪 CDCC一位冠軍車手 我這裏這樣做 你就照做 回來看看 一看數據的時間 為什麼他快我秒幾兩秒 為什麼人家160才轉那個彎 我150才轉那個彎 為什麼他快我一秒幾兩秒 你便知道做也做不到 但要學 這個故事等於當年 Albert Poon說的一件事 我進那個彎 我盡量用五波日 但五波日真的進不了 五波日就脫掉 他進不了 他進不了 因為他比你厲害 所以這件事沒得說 所以這就是 為什麼天分的運動員 天才運動員 就是我們和普通我們去玩的心態 和最頂尖的人 他們始終都是不斷地求進步 這個才是 你見到今年費特拿 他反手 很多事情其實改變了 在運動員 在運動員 我也有機會和教練說 談這件事 很多事情不同了 他們是不斷地求變進步 我們可否保持這個節奏 保持不到就落後 三十多歲 三十七 但你不要管他 他還在改變 他改變很多 他早上的反手 等於以前 Snowgar有個球員 戴維斯一樣 他到很後期 還在改變他的打法 就是求進步和空間 他不是保守 我現在已經是世界大平原第一 我保守 但他知道我要再進步 有個方法 我可能會更加好 而你說賽車什麼心得 都是一種謙卑學野心態 就算我們平時說的F1也好 去到賽車場 裡面很多機械的東西 有些什麼要弄 要教要調 不懂就不懂 你就學吧 跟人學吧 虛心一點 就是這樣 有什麼倒茶遞水 你叫我可以了 沒有問題 一定沒有問題 我真的去搬去台 沒有問題 一光加兩岸試試試看 都幫忙 幫我們 可能會搬一箱東西 你放在那裏 他就是世界大冠軍 沒有問題 大家喜歡玩 開心一齊 說到開心 其實我覺得你回大陸發展後 更開心 因為我們從新加坡 有一次有機會 去到大陸 跟廣東台做一次交往 開始交往後 開始慢慢 就是有個計劃 好像回大陸發展 過程是怎樣 和可以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大計劃 當時 最主要 其實我們有個同事 先回廣州 跟著另外一個台 我之前在節目裡提過 就是盧曉鋒先生 廣東體育當時的總監 他打電話給我 問我有沒有興趣過去 其實我也知道一件事 就是你們所有管理層的人 其實你們都認識了很久 我都沒有把這件事守秘密 其實都告訴你們 有件事 當時我也都諮詢過一些朋友 意見 說是2003、2004年左右 個個都覺得大中華 不是說大灣區 是說大中華的發展是好的 其中一個我諮詢過的人 是張堅廷 導演張堅廷 他都覺得 應該是大中華的發展大一點 照實說 我想你可能都知道 其實我去廣東體育 給了ESPN 我是減薪去的 但都是照去的 就是都是 楊千華 我所說 深海瓜 勇治些東西儲回去 是多得著的 有很多事情 可能是整個市場的規模關係 有機會會 會引伸出來 譬如說 可以試過去現場 做幾場英超的直播 現場做 試賽前到場邊 跟著可能見到很多球員 賽後訪問 可能這些事情都會引伸出來 賽車 我想我在香港未必有這樣的機會 因為香港沒有什麼賽車場 等等 視野多了 個人是開闊了 其實這裏也說回故事 因為在1999年如果沒有記錯 或者是2000年的時候 其實我由廣東台 引進一個很出名的足球評述員 去我們的ESPN頻道 那個就是詹俊 後來成為全國最有名的評論員 那時候引進來的時候 我先加兩句 其實基本上 陳尚來歐雲管理那群人 現在散到大中華 很多都是非常出名的 他們出名的 他們有材料 但我肯定他們來到新加坡的時候 對於很多事情 對於很多事情 我當作大人來說 我其中一個 OK 不是很熟悉的 不經過這一步再跳下去 未必有他們這樣的法治 我講的 我講 好 尖峻下來 然後同一時間 又在CCTV找了另一位女主持 又是下來 我們ESPN 做主持 做評論員 大家其實有一個交流 那時候可能覺得 我們新加坡 那時候 或者我們香港那種做法 是比較先進一點 好了 到廣東台和中東台 下來經過一順 現在他們回到上去 有很好的發展 現在因為始終 就是中國的市場比較大 但是中華區的市場比較大 我們回到上去 其實評論員 如果你的語言是有普通話 或者是國語好一點的話 比如劉勇 現在是上海 其實都有不同的發展 其實這些都是一件好事 證明我們其實評論員 都可以有地方走 不是局限在香港 對大家的市場 其實都是一件好事 我的普通話不行 所以做不到普通話 我也不行 還有這個回到歷史 其實差一點 廣州話是變成了國家語言 如果是 就反過來 我們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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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誰是歷史關鍵人物 大家看看 很容易的 這個人很出名 到了大陸 發展得不錯 所以大陸很多網站找你們提示 其實我們只是分析長報 很多人會把我們的工作和賭博連在一起 但其實我們是不涉及賭博的 即是等於說股票 如果你拿自己的身家去金融市場賭博 我分析給你知 這隻股票值不值得買 這個時機值不值得買 這隻股票或者這個衍生產品 不代表我叫你升加套產去做這件事 同樣地你說提到貼士這件事 其實我們只是分析 譬如A對B 今天有長空入球 我們只是分析大底 A對B現在的環境形勢是甚麼 其實我們能夠去到最盡頭 就是如果長球比賽裏面 跟我們分析的因素是接近的 其實已經算是交功課 至於個別突然大家踢球 踢球比賽的人都知道 一聲石碼入球 1比0贏了 那就輸了 有時這些偶然是沒有辦法預料 至於你說觀眾球迷會拿了這些 資訊去做甚麼 我們就很難控制 但我奉勸大家千萬不要 傾家蕩產沉迷賭博 千萬不要 娛樂還可以 因為幕後肯定有個金主 無論是網站也好 金主會不會有指向性的東西 你傾向於哪一隊分析好些 會不會有這些東西 我們不是Donald Trump Donald Trump後面有很多金主 大家知道如果沒有那些資助 怎麼參選 沒有人叫我們要怎樣傾向 因為一年到晚很多球 事實上這麼多鋪天蓋地的比賽 沒有說邊場突然要做甚麼 我們完全沒有收過這樣的訊息 況且每一場球 其實離得很密 變數很多 很多人很喜歡用陰謀論 來看現在的比賽 甚至乎有人會跟我說 現在這球全部都是假的 全部都是假的 越多人參與的比賽 其實是越難去確定一些事情 很多變數你預測不到 即是剛才那個推特 一射入了 我的心願不是這樣 但事情發生了你也沒有辦法 很多事情是你控制不到 我不傾向或者我絕對不會 甚至乎我會用譴責 我不是太喜歡很多人用陰謀論 來形容比賽 所以即是說 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說 我不敢說全部沒有 所以說在你那個 見到的網站 或者你見到的公司來說 是沒有人在幕後就說 指三道四說 喂我想要那場球 你要預測這樣的戰果來做一些事情 直接說他們不是這些公司 反而他們是現窩匪的足球文化 裏面的東西多些 而不是剛才你說的那些事情 不是那些事情 你知道會不會有這樣的公司 我不敢說沒有 但是你說生意是否很容易做 又不是的 很肯定 我不敢說沒有 為何也是一次 有很多爭議性的比賽 譬如九八世一杯決賽 那次法國贏巴西 奇奇怪怪很多事情 智慧哥說 你看到整個場面未開球 已經是很奇怪 全都負口負面 很多有趣的事情 但我不敢說完全沒有 但是其實很多大家都在足球 或者體育文化裡生活 好 講到這裏 我們下一集再談下去 有沒有人打架球呢 還有何輝的私人生活 究竟是怎樣呢 下一集再見 好 體育TNT的朋友 多謝大家一直支持 不過最近我也得到 讚羅商支持 就是Mini Challenge 和你亞洲挑戰賽 我們送了幾十份禮品 就給我們 辦法很簡單 只要在我們影片下面的留言箱 就留意 還有呢 就在Facebook上 Like我們的Page 還有呢 是我們訂閱的訂戶 就有機會得獎 經過抽獎之後 就會通知大家 聯絡之後就獲獎 連新的用戶 一樣有機會獲獎 影片裡找到 影片封印的VISION VL 8 G